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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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宣报和音 传报家音 广播旧温的祖心 走在圣报上 多么美丽 音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Amen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圣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我们今天是庆祝圣路加圣石 路加圣石 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 皈依基督 他陪伴着 跟着保禄去传教 那从保禄他就学习了有关耶稣基督 保禄他在罗马坐牢的时候 路加也在旁边陪伴着他 那这个是从保禄他所写的 在他的书信中 也说保禄是在他 路加是在他的身边 保禄过世之后 路加继续把保禄所传的福音 继续去传 也把这些写成路加福音 还有中途大使路 所以我们要感谢天主 因为天主也派遣了路加 也利用了路加 因为有他 我们现在对人事的天主 人事的耶稣基督 我们有更认识 在路加福音里面 他所描述的天主是人事的天主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独有的 像这个浪子回头 迷失的羔羊 还有这个撒玛利亚 两上的撒玛利亚人 这个是要告诉我们天主是认识的 这些的故事 圣经故事 是路加独有的 我们祈求路加继续为我们整个的教会 祈祷 使我们可以更认识耶稣基督 也把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恒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炼我们 顺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补偿的光荣 在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然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高养 圣父之子 主年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主年是罪者 求你补偿我们的祈祷 主在圣父之右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主要无上的 耶稣基督 您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天主 你坚选的圣路加 借他的宣讲与主书 解释了你对穷苦人的伟大爱心 求你使所有信奉你圣明的人 常能一心一德 检守他们的信仰 并使所有尚未认识真道的人 都能得到你的救恩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徒至茂德后书 亲爱的弟兄 因为德马斯贪爱现实 就离弃了我 到德萨洛尼去了 克勒斯克去了加拉达 帝朵去了达尔玛提亚 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 你要带着马尔谷和你一起来 因为他在植物上为我是有用的 至于提西克 我派他到厄福所去了 我留在特洛阿 塔普尔家中的那件外衣 你来时务必带来 还有那几卷书 尤其是那些羊皮书卷也要带来 同将亚历山大使我受了许多苦 主必将照他所行的报应他 这人你也要提防 因为他极力反对我们讲得到 我第一次身边时 没有人来协助我 人人都离弃了我 愿天主不归罪于他们 但是主却在我左右坚强了我 使福音的宣讲借着我而完成 使所有外邦人都能听见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上主 愿你创造的一切都称谢你 愿你的圣徒同声赞美你 讲述你王国的光荣 传送你行事的威能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让世人敬知你的威能 和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你的王国永世长存 你的王权万事无疆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上主的行进 致功致义 上主的作为 圣善无比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所有诚心诚意呼求他的人 上主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阿零湿 阿零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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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零虎呀 阿零与呀 阿零与呀 的果实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上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主另外选出了 七十二个人 派遣他们两个 两个的 在他之前 先到他自己将要去的 各层各地去 耶稣对他们说 庄稼多 而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 派遣工人 来收割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 我派遣你们 如同把羔羊送入狼群 你们不要带钱党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血 在路上 也不要 问候人 不论 进了哪一家 先说 愿这一家平安 如果 那里有喜爱和平的人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要领到他身上 不然 人 归于你们 你们要住在那一家 吃喝 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 你当得到工资 你们不可从这一家 搬到那一家 无论进了 哪一座城 如果有人 欢迎你们 给你们预备什么 就吃什么 要医治 城中的病人 并给他们说 天主的国 已经领进你们了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在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派遣 其十二个门徒 另派遣其十二个人 他们两个被派遣 在其他的版本的翻译 是耶稣派遣 七十个人 而不是七十二个人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 资料的来源 不同的地方来的 的翻译 好 那如果我们看七十二个 耶稣派遣 七十个 如果我们是用 这七十个的树木 这个我们可以联想到 梅瑟的时代 梅瑟在旷野的时候 他带领犹太人 离开埃及 到福利 那 埃及人 有这么多 所以梅瑟需要有一些人来帮助他 那他就选择了七十个长老 又选了七十个长老来帮助 梅瑟带领这个民族 犹太人 他们有 议会 那他们这个议会里面的 有七十个 议员 有七十个议员 那这个他们 已经来到 犹太人 已经来到福利 在那里已经定居了 有了圣殿 在那里有一会 一会的成员 有七十个人 那这七十个人 就是为了帮助带领 这个的民族 也是 这个是 审判最高的位置 有七十个人 所以在今天 如果我们说 耶稣派遣七十个 不管是七十个人 或是七十二个人 就是说 耶稣需要这些人 要跟他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那 作者 他们用了 有七十个 或是七十二个人 要派遣出去 在他们的 他们所认识的世界 就是在他们的地区 就是 耶稣派遣这七十二个人 等于说 派遣到全世界去 他们是希望 有关耶稣的福音 能够全世界接受 好 耶稣派遣 这七十二个人 给他们有一些的 命令 他们 他们要说什么 他们要 宣讲 天主的国 已经临近你们了 但是他们要去宣讲 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还有祝福他们 你们不要带什么东西 在路上 你们不要 遇到什么人 不要问安 你们 到了一个城 如果有人接受你们 你们就住这一家 不要搬到另外一家 他们准备什么给你们 你们就吃什么 这个就是说 我们去传教 按照耶稣的计划 去传教 我们不要带太多 太多的东西 这些事情 这些外在的东西 可能会 左右我们对 我们的工作的 那个主要的 的内容 就是要传 就是要传 天主的国 我们可能是 忙得太多的 太多的事情 那耶稣也祝福他们 你们不要问安 那意思是 当一个传教士 就变成一个 冷漠的一个人吗 不要问安 但是 主要的不是在这里 主要的就是说 你要清楚 你的工作的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不要因为有太多的事情 你把这些的事情 来掩盖了 你需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 比如说 我们聊了 遇到了什么人 聊天 聊了聊了 聊了以后 那就忘记了 我今天 我本来跟你们讲的是什么 耶稣就是讲这个 不是要成为一个冷漠的人 但是你要记住 你工作的主要的内容 是什么 所以在路上 遇到什么人 你不要问安 耶稣也跟门徒们讲 你们不要从一个地方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们提供给你们的 你们提供给你们什么 你们就是什么 意思说 门徒们要完全依靠天主 而不求自己的舒适生活 不要说到了一个地方 住了就觉得 这个地方觉得是很不舒服 好 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不是我在这里 我吃了 这个东西我吃的不惯 好 我要挑选 你们再准备 其他的东西给我 所以耶稣就说了 他们给你们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他们提供给你们什么地方要住 你们就这样的住 在早期大概第一世纪 第二世纪初 第二世纪初有一个叫做十二种土的遗训 十二种土的遗训 这个是留给那时候的教会做参考 就说如果 这本书里面的说 如果你们当中有先知 但是这个先知住在一个地方 三天 但是这三天他没有做事 他就是假的先知 如果在你们中间有一个先知 但是这先知 他利用了天主圣神的名义 为了得到什么 金钱 为了得到吃喝的 他是假的先知 所以当传教士要完完全全的依靠天主 天主透过这些人提供给他什么 就接受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宣传天主的福音 天主的国已经领进你们了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绝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众生事故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施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其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十七人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仰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月宁的名授显扬 月宁的无奈灵 月宁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与诱惑 祂感救我们便于胸部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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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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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